欢迎大家收看Gadget Live 今天是鼠年第一集的Gadget Live 祝大家拜年,祝大家百毒不侵 祝大家万毒不侵 百毒都不够了 这个新年大家觉得很平安 大家都很少出街 原因是很多病毒的传染 大家会比较担心 其实我每天都有出街 每天都有出去 例如曼陵、沃尘斯去逃口罩 去逃口罩 农历新年假期前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些 但是我想年初二打后 其实很多人都买不到口罩 就算买到可能是一个比较贵的 或者不是很值的价钱 但是如果你真的家里一个存货都没有 那你没办法 也要买一些 今天我想讲一个什么题目呢 就是大家可能见到一些空气清新机 原因就是说 其实除了你出街要戴口罩之外 其实很多时候在家里 如果将来迟些 如果情况再严重一些 可能很多人都会怕 会不会在家里都会担心 空气上面有细菌 或者是隔离屋座 又会有些交叉 林郑说会有家居隔离 恐吓大家 你家旁屋可能会有病人 说到这样的时候 下一步 在家居里面 或者在一些不同的地方 可能在一些你外出 可能在车上 可能你自己开车的 不要说买公共交通工具 可能你自己开车的 甚至乎有些人在逛街的时候 我都见有些朋友 在过年的时候 跟他们出街喝茶 他胸口都是掛着一个小小的空气清新机 在自己的胸口 这一刻也要谈谈 究竟这类机有没有效用 是的 我们搜集了一些不同大小的空气清新机 也想趁着今天的节目 跟大家谈谈 如何选择空气清新机 选择空气清新机 最主要来说 当然要看你的用途 如果通常家居 你没有来把部很小的 一定会把部大机 其实在香港 譬如选择月刊 也做过不少的分析和评论 我们自己的网组 也介绍过 究竟如何选择空气清新机 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 其实Jolens 本身也没有用空气清新机 我自己一直都有 不过不是经常开车 最主要是自己住的地方 都属于空气不是太骯髒的地方 就是住的比较远的地方 但是有时候 譬如某些情况 你不能开窗 你又想家里的空气 相对比较干净一些 又或者是 因为外用的空气清新机 是有捕蚊公民的 有些季节就比较多蚊 都会开一开 明白 但是最近 譬如你这个情况 或者我们在公司 我都建议 如果公司有空气清新机 我建议我们的办公室 都建议大家 敲开 都开着 都开了 头头后 我想开了三部 即是房间里面 和外面的办公室 但其实你有没有研究过 其实你在用的空气清新机 是用什么激烈的呢 激烈呢 我也有看的 当然新买的那些 最近这几年买的 空气清新机 都有这个 HIPAA的高效滤网的 激烈 但是一些早期买的 空气清新机 譬如 因为我有一部 都用了很久 即是六七年前 未必有这个 HIPAA滤网 其实现在除了HIPAA滤网之外 其实滤网的 或者过滤空气的方法 其实都有很多种 或者可以在这里 告诉大家 譬如刚才 Rorence也说过 HIPAA滤网 HIPAA滤网一般是怎么样的呢 让大家看看 通常就是这一类 是的 那你会看到 可能是看到黄 即是出到来是黄 或者是蓝 白色的这种 就是HIPAA滤网 这种滤网来说 的效用 一般就是可以 过滤到99.5 或者甚至以上的空气 里面的 圆浮粒子 或者一些杂质病菌 那样的 其实都挺够用的 是的 那当然你说HIPAA滤网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会看到 在大机上 用的机会比较多 其实小机也多 如果小机也有 譬如我们在桌面这一座 这一座 那我们就讲一讲 那其实可以给 可能大家未必看清楚 这部机的样子 不如给你一张图 看看先 看在哪里 这张图在哪里 这张是 是的 那我背后这张 其实是桌子灯的样子 那这一盏 叫做Air Light的 产品 那它其实是一个 空气新生机 我已经开了底盖 给你们看一看 其实这个 是一个激烈 来的 OK 那本身它是一盏桌灯 你可以甚至放在办公桌面 或者办公桌面 这样 给自己用都够用 但这个 我看到它的体积 不是很大 是的 这些是小机 封锁也不是很大 它封锁在这里 封锁在这里 可能放在床头 或者摆在自己桌面 一个小的范围 当然 但这些类来说 都是用HIPAA的类网 其实除了HIPAA之外 另外多人留意 多人提的 就是这个 叫做 碳 什么 叫做 活性碳 活性碳 是什么呢 活性碳 其实是一种工业用的过滤技术 主要就是过滤一些化学物品 早前香港 你知道这半年来 空气中有很多化学物 大家都知道什么化学物 所以通常用活性碳 就会好一些 有活性碳的类网 就会容易过滤到 某些化学物品 但是活性碳 就很容易 平均两至三个月 就会超过滤 一定要更换 而且更换的时候要很小心 因为很多人 买空气清新机 就 相机很容易买 但是买之后 其实很少去 就会注意到 那个 air filter 的维护 就像口罩那样 有些人说 空气清新机的 filter 用污脏了 拿去洗掉 洗一下 就再用过 其实很多是不能洗的 其实是像口罩那样 是不能洗的 譬如像现在说的 HIPAA filter 和刚刚说过的活性碳 filter 是不能用水洗的 用水洗完会很麻烦 是的 所以第一 活性碳是不能用的 如果活性碳 filter 一过水就 沖了 那些东西 沖了出来 HIPAA filter 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物料本身是纸 基本上 不能濕水 如果你濕了水的时候 那些 filter 就会坏的 而且那些 所谓的污脏东西 不会因为你充水而 而充得走 其实 仍然是吸附在 filter 上面 反而更加不好 因为你是冲烂了 filter 其实它那个过滤的能力 是破坏了的 所以建议大家 按厂商所说的 指定的时间 定期 例如一般来说 是半年至一年 左右要完 是的 当然 都会视乎厂商 有些厂商 就会建议是三个月 六个月 有些大机 就会建议是两至三年 甚至乎 有些大机 其实 好像我们也有一部 其实它里面 是有几層 filter 即它不是只有一个 filter 它不同的 filter 它换的时间 都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会看看 那个说明书 究竟那个 机里面 究竟有多少層 filter 它们换的时间是多少 因为 我看过有一些 例如 这些机 最主要就是 filter 因为空气清新机 本身的架构 即不算是很复杂 都是一个抽风的系统 最主要就是抽风的时候 先经过了 air filter 让它濾进去 再噴一个干净的空气出来 其实这个机器 就不是很复杂 反而那个效能 就很取决 那个 air filter 究竟 可以过滤多干净 以及吸风率 即风扇的功率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可能是四五百尺一间屋 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大部的空气清新机 或者空气淨化器的过滤功能 那个效率 其实是有一个客观的数值去看的 是 外国来说 这个数值叫做CADR 叫做空气洁净指数 通常它的标明 就会告诉你 那部机器 它有一张贴纸贴在这里 就会告诉你 譬如这部机器 大概可以过滤到 三百多平方尺的 几个范围 你自己有数据 譬如我家里 有七百尺 这么大 就可能要买两部 才能够全屋 如果你只是一个厅 一部也够 这样 譬如我参考一下 刚刚之前 选择月刊做的一个测试 其实他们测试过 一些比较大型体积的空气清新机 可能在买三千至五 六千元 这个级数的空气清新机 或者类似我们放在桌上 给大家看 就是那个大型的空气清新机 一般来说 那个CADR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一般可以去到 每分钟大约 二百立方尺左右 是立方尺 立方尺 不代表立方尺 就是我家里二百尺 就是对 你家里的二百尺 就是平方尺 立方尺是小很多 没错 所以你会去参考这一个数值 去决定你用空气清新机的尺寸 有多少 又或者一个循环 例如你那个厅 你用多长时间去做到一个空气的循环 你可以视乎自己的需要 一般如果你说我放在房间的 其实小一点都没问题 但如果你说我是摆厅 或者有些人是一个 好像设计全屋的 其实都要一个颇大的空气清新机 才能够运行 保持空气的质量 是做得比较好的 不过有些读者就说 如果经常都要换激烈 会不会很烦 其实市面上是有另一类的空气清新机 其实真的可以不用换激烈 但它会用什么技术呢 譬如我用我手楼上这一只 我力开先 手楼上你看到银色这一座 好像一个湯壶 其实是一个空气清新机 它用的就是电离子的造型 其实大家可以给大家看看 电离子的造型 的造型是怎么ato 你会看到后面 这是一个玻境的 可以画像蜘蜂漕般的一个洞 其实就是这个是电离子的造型 用静电原理去将空气中的微层 或者是微菌 吸附在这些铁的表面 其实您不需要交代改出 是定时准备手 を拿在这个 好像很簡單,但當然了,這麼小的機器的功率就不會高到哪裡了 效率來講,或者過濾病毒的能力,這個會不會相對弱一點呢? 這個可能會弱一點點,因為始終它是靠靜電的原理 就像我們小時候玩的時候,很流行用間尺去磨衣服,吸起紫碎 其實它類似用這樣的原理,吸塵,吸電,就是用這個原理去將空氣中的粒子,或者一些不潔的物質吸附下去 有下範圍是很有限的,只不過一部機器來說,大概是兩張四、六呎桌的範圍 如果你這樣說,可以用一些靜電功能,那些隨身帶那類空氣清新機,其實是否用靜電的原理 剛才我都說過,空氣清新機,其實是要看看你使用的範圍,空間有多大 那些東西來講,一般可能是在一個廁所這麼大的範圍 你濫越一舊這些,或者是有作用的 但是在逛街的時候,逛街的時候,你覺得一舊抬在胸口的東西 你這隻我看到有很多人背後,你覺得真的會有用嗎? 你覺得真的會有用嗎? 這個也算是有趣的,大家有沒有見過這個? 其實早幾年,已經被人踢爆了,是沒有用的 它有一塊的東西,七十多元,一塊蟹漿 它這個是沒有主動的空氣導飾 對呀,它會過濾的,你純粹是用它養來養去,這樣就過濾空氣 但是只要一塊這樣,你不如戴上口罩就算了 這個就是早幾年,很多小朋友都夾住在胸口 其實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買的 對呀,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買的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主動動力,都還可以有些過濾效果 即是你會吸到一些空氣,向上噴回呼吸 當然你所呼吸的空氣,是不是全部由這個空氣清新機給到你呢? 其實真的不會 亦都不可以說,是不是戴上這個就連口罩都不用呢? 亦都不是啦,所以就,我覺得反而有些是大一點 就好像這一隻,很多時候,譬如你是駕車 有些人都會喜歡放這一類空氣清新機 即是這個尺寸空氣清新機,上車的 變成開車的時候,就可以在車廂上面用 其實車廂來說,LG這一隻 LG這一隻,其實非常適合放在車那裡用的 本身,我們公司之前借過來我們介紹 我亦都冒昧地拿到我自己的車去用 這空氣真的差很遠 真的差很遠 真的好了 真的好了 感覺上整個車廂的異味等等,真的少了很多 這個其實,最近也有很多人買的 我看見很多人都不是說在車廂 真的拿著,到處走 真的很多人問 很多人問,賣到應該有機會斷 斷了,而這隻本身我所知都是用HIPPER Filter 以HIPPER Filter 的 這些所謂便攜式空氣清新機來說 這一部的尺寸算是最小 是的 講到空氣清新機 其實剛才我們拿出來大那一隻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那一隻 我也想說多一點 因為那一隻就是一個香港牌子 是 那我就再給大家看看 這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當然空氣清新機 基本的 我想原理 大同小異都是一個秋風系統 再加一個 空氣清新機 但它這個 那個清新機 聲稱是可以過得到 SARS病毒 是科大研究出來的 一個產品 剛剛我們拿出來的 藍色這一隻 其實現在我們在裡面 都裝了一個 在裡面 變了 對現在來說 我想大家比較關心 病毒的過濾 相對的保障會比較大 當然那個價錢都算貴 如果這一部空氣清新機 配合支援到 SARS病毒的 零售價都要六千元 差不多 即是六千元 所以 如果以這個尺寸的機 來說 相對可能市面上 你見其他牌子機 這部是相對貴少少的 因為這部機 它的賣點就是 還有氣流技術 是比較 比傳統的空氣清新機 比較強 是的 這部機我們用過 其實比較特別 就是它的 空氣清新機 也是很強的 如果你說 我們開 最大的風 其實你會 感覺到 它出來的風力 是 挺厲害的 是的 當然你說平時 其實未必使用到 最強 因為最強的時候 相對會比較吵 還有現在很多 新出的 空氣清新機 也有一個 叫做低耗能 模式 一般來說 它的耗電 平均大約在 十五至三十火 其實可以適合長開 甚至乎放在睡房 Overnight這樣用 都沒有問題 當然在買空氣清新機 除了大家看到 它的過濾能力 在規格上 有些功能 其實都挺貼心的 就像這個 我記得 我剛剛拿回來的時候 同事 在我們辦公室 周圍擺 有些讀者 上我們辦公室 都比較大的地方 周圍擺 有一些地方 其實我們比較少 清潔 又或者裝修完 都還有些味道 有些甲醛 有些味道 這部機器 如果放在那些位置的時候 它是會感受到之後 是會響的 即是會著紅燈 告訴你 這裡的空氣 可能要 不是太好 要加強一些力度 或者擺久一點點 告訴你 監察到現在的空氣的情況 當然這個功能 不一定是這部機器 其實很多機器都有 大型的空氣清新機 都會有 例如剛才的背景 這部LG 它也有一個手機APP 可以看到 究竟 那個空間 即使使用空氣 車廂裡面 空氣的結證程度 是怎樣 其實有些朋友 可能還會擔心 未必是手機APP 其實我手上這部機器 就是這間同廠出的一部 AIR TESTER 應該是一個指示器 可以告訴你 現在在這個空間 那個PM2.5 Carbon Dioxide 即是二氧化碳的指數 現在這裡的讀數 就是21 PM2.5 那個數值的濃度 21不算高 但是其實在我這間房間 我們還沒有設置燈 還沒有設置燈 還沒有設置燈之前 剛進來開始試的時候 是四十幾五十的 我想說現在要去到27 剛才看到 因為我們開了冷氣 開了一輪冷氣 開了這部機 吸了一輪之後 現在只剩二十幾了 所以那個空氣流通 或者那個空氣流動 對於那個空氣的質素 是很重要的 剛才我開咪的時候 講一下 平時開著窗 其實跟你被迫著 是相差很遠 所以如果不能開窗 譬如那幾天下大雨 你不方便開窗 其實真的要開空氣清新機 這樣會比較 可以保持到空氣質素 因為之前我們寫這篇 關於空氣清新機的時候 我們同事都訪問過一些學者 甚至是這部空氣清新機的開發者 他們其實都建議過 如果用空氣清新機的時候 建議是一定要開窗的 盡量不要迫著空氣 一定要有空氣流通 那空氣清新機才能發揮到最好的效論 即是不同開冷氣 開冷氣你會關掉所有窗 但空氣清新機是不同的 即是說 以前我開抽濕機 抽濕機都會建議你們關窗 因為濕的空氣不停在窗外 譬如遲些迴南天 很多時候就會是潮濕 那個就一定要關窗 那你就要關窗 但空氣清新機反過來 反而你開窗 是會更加快的效果 雖然說 那是不是要不停去換空氣 我過濕完 你又吹一些新的空氣進來 我又過濕了 但其實空氣流通 是比你的空氣清新機有多強 如果你的空氣是OK的 當然看地區 譬如我們辦公室是觀塘的 如果我讓你在下午開窗 你也寧願不敢開窗 看我們的視託房 視託房是通了氣窗 哇那些塵多到 很髒到 摸下去是黑色的 即是很恐怖的 這些情況 你也是靠開冷氣 開空調 但留意是 保持洗隔層網 因為本身如果 CO2的濃度 即是氧氧化碳濃度太高 其實是會影響了 空氣清新機的結晶能力 所以這個是值得注意一點 所以大家用空氣清新機的時候 都會有些巧妙 另外還有一個巧妙 都要看一看 很多人不要當笑話 真的見過 買空氣清新機回去 開箱用 很開心 直接用 沒有開過濾濾 但他們是不知道 那個濾濾是有膠袋包著 即是現在看到這個 少少反光的膠袋 是要撕走才可以用 無論你 因為很多時候 空氣清新機的包裝 有些很有心的廠商 就會專門把空氣清新機 分開包裝 你拿出來的時候 看到有膠袋 你就很自然 知道要撕走 或者在包裝上面 寫明叫你撕走 那你就會撕走 但有些空氣清新機 我真的見過 他可能在包裝上 他想省下空氣的位置 把空氣清新機 藏好在機器裡面 沒有撕袋 當然是因為他要包好 因為不想空氣的空氣 很髒 所以就包住 有人說 看到空氣清新機在裡面 拆了包裝紙 拆了一條電線 拆下去 就開啟了 一開啟就三年 有些是好些的 現在新的 譬如 譬如電線去到某一個程度 它會響機 你發覺 為何用了不足一星期 不停的響機 原來就是沒有拆開啟 一些現在新的 有感應器 感應到你 那個電線過不了 或者是 過濾完之後 空氣仍然很差 其實它會有警告 有警告 新的就會 新的就會 但早幾年 比較機動式 沒有那麼智能 真的只有 一開始 其實幾年都沒有告訴你 那個濾塗要換 其實有些人身上不知道 或者是拆開啟 這些情況 我真的見過 用了幾年 原來沒有拆開啟 沒有拆開那個膠袋 幾年後 你一個新濾塗 很好的 限制買一個濾塗 因為買一個濾塗 其實也不便宜 無論是你那部機 同一個尺寸 大家都是大部的機 可能你買小米 是幾百元 一千元 但可能你買日本牌子 韓國牌子 甚至乎我們剛才說的 香港牌子 三千多 四千多 五千多 六千 是吧 六千元 分別有很大的 但那個濾塗 你不要說 小米一千元便便便便 但濾塗不便宜 可能你也要用五六百元 去配上濾塗 小米就不用這麼貴 小米一百多元 但貴的機 那些濾塗 可以過千 二三百元 到八百元 不等 譬如我們剛才介紹 這隻 可以防腦沙士 這個濾塗 如果要單賣 好像要接近兩千元 很貴 所以這個是一個成本 來的 但你不要因為想著 我節省一點 就是 久一點再換 又或者是 真的 好像剛才我說 拿去 沖一下 即久一點再換 可能你都可以 捱到一陣 但真的拿去沖 是即時可以報銷的 但如果 本身你那個濾塗 是有活性炭的話 就不要想著 捱多一陣 因為活性炭 它是會吸附 它只是吸附 而不是分解 那些有害物質 那些物質依然是殘留在 那 如果它累積 overload 某一個位置 它就會 在那裡 斜出來 其實任何濾塗 都是過濾 所謂的 變成 疑似污染源 所以一定要換 不會分解 是啊 因為很多 空氣氫生機 就有幾層 它有一些 會寫明 那個是加濕用的 濾塗 那個是可以洗的 因為那個基本上 是一些海綿 當然不是每一隻空氣氫生機 都有這一層濾塗 但是 如果是那個 HIPAA濾塗 或者是一些 過濾性的濾塗 真的不可以洗 那類通常是一些 叫做多功能 例如有 空氣氫生 或者是吸濾機的功能 那類 通常都是HIPAA 不過它用的物料 就可以吸水 是的 這樣就可以洗 還有些情況 有些人會自己 加一些過濾網 在上面 例如冷氣機的過濾網 我也見過也是這樣做的 有人這樣做的 但其實不是太建議的 因為那個過濾網 本身都會黏在一層 那些層不是小層 而是大層 你出來後 反而影響了空氣質素 即使用那些 你要保持很密 去換 自己加的那層隔層網 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要考慮 因為我們有時發現 一些牌子 可能不是一些大牌子 要配那個隔層網 是有些難度的 這個的確是 因為它賣這部機器給你容易 但到你要去配那個隔層網 或者那個濾網 你未必說去那間店 可能你要去代理 最麻煩的是 它每一個濾網 它不同型號 不同型號 所以為什麼說小米 為什麼這隻機器 會這麼受歡迎 就是因為它 由小米二代 一代二代三代 都在用同一款濾網 基本上你換機 即是圓筒型 圓筒型 除了最近伸出的那隻 什麼Pro Max 那隻就好像有點不同 那隻就不同 那隻方法型 但那隻是很巨型的 即是Max那隻 那隻 那隻我在某間兒童遊樂場 看到它是大量構置的 那隻差不多半個人那麼高 巨型那隻 那隻真的是公眾場所才會用 因為那個尺寸 那個價錢 你覺得很大 因為是兩千元 不用一個半個人那麼高的 空氣清新機 可以適合放在公眾場所裡用 這個真的比較少用 因為放在家裡比較巨型 那些比較少用 而出風量都很大 因為它只是那個 風扇的直徑都好像有 六十至七十 CM那麼寬 即是很大 六十七十很大 很大 整個座椅是很巨型的 那六十七十很大 所以你考慮局價錢 是兩千元不用呢 你覺得是匪夷所思的 但當然在家裡 很難會有這麼多位置放 所以現在通常都是 我們畫面看到這部小米 小的那一隻 三代那一隻 近期最多人買的 二二九大的那一隻 那一隻 如果你家裡有個大花園 那些 可以買那一隻 因為那一隻真的很便宜 但好像它是用到兩塊濾濾的 即是它是左右兩邊吸風的 所以每次換是一對一對賣的 這個可以留意一下 好 那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在我們這個貼文 下面留言 我們都會盡力解答 我們看到的時候 都會解答你 或者有些問題 可能我們不懂得回答 我們都會問回 可以問回剛才那個廠 即是PPP那個廠 羅博士 是的 因為他是香港人 都很幫助我們 很多資料上的東西 沒錯 他可以給予我們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在我們Facebook下面 這個貼文下面留言 我們可以幫你問回專家 好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祝大家 身體健康 八毒不侵 我們又要用這些東西 去清潔一下我們的賣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